缅北地区一直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冲突的地区,近年来,由于电炸集团的兴起,局势变得更加复杂,然而,现在,随着中方调停的成功,果敢同盟军与缅军在果敢地区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,直至12月30日,这个结局标志着四大家族的终结,以及电炸集团的负面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在拿下四面佛这个外围据点之后,果敢同盟军已经正式对老街展开了强攻,并攻入了老街东城,拿下了果敢首富刘阿宝的福利来集团和魏家的金象城。 果敢同盟军的行动十分迅速,老街东城地区几小时前刚刚被果敢同盟军打下来,几小时后已经开始在到处张贴白锁城等电炸首脑的通缉令了, 效率可以说是十分惊人的。 至于大名鼎鼎的卧虎山庄,目前已经开始遭到炮击,从果敢同盟军拍摄的攻击视频上来看,使用的应该不是迫击炮这类驱射火器,而是直射火器。 此前果敢同盟军除了从缅军手上缴获大量的RPG火箭筒和迫击炮之外,还缴获了大量的古斯塔夫M2型无后座力炮。 用来攻击老街大楼中的各种缅军火力点,再是合不过了。 缅军和电炸民团在老街城区最大的依仗,就是各种坚固的大楼改造而来的攻势,配备上大量轻重机枪,居高零下射击,可以直接对老街各条交通要道展开严密的火力封锁。 同时,为了避免被果敢同盟军的无人机空袭,这些建筑物都不会直接设立在大楼楼顶。 而古斯塔夫M2型无后座力炮,只需要两人就可以灵活机动作战,在发现缅军和电炸民团的火力点之后,先用机枪尽可能吸引其注意力,掩护攻击小组靠近,然后再用直秒火力将其干掉。 米扬来前往拉虚前线,名义上是看望受伤的缅军士兵和难民,但不少媒体都不买他这一套,表示受伤的缅军士兵和难民不过是米扬来的宣传手段而已,这点倒是事实,米扬来要是真心想解决缅北问题,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是紧急增兵,想要治本的话,就是直接取消对缅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歧视性政策,只搞所谓的前线慰问,对于缅北战局一点作用都没有。 12月5日,国杆同盟军拿下四面佛高点,12月6日,国杆同盟军拿下四面佛对面的次高点三大地山头,10日,内地对国杆以下四大家族十人发出通缉令,12日,有消息传来,缅军和这次北方几个明帝武装在昆明谈判,那么以下最大悬念,缅军和谈时会不会死缠烂打,要求体面把助国杆缅军撤出后,在边缘地带留一个营的兵力,象征国杆还是缅甸领土, 但治理权归彭家同盟军,枪杆子里出政权,缅军也懂。11月,同盟军杀入国杆老街附近。 祝国杆缅军立马宣布军管,白锁城主席就是个屁。11月16日祝国杆缅军首领吞吞敏,拿了明家三人,说交就交。其中,家主明学昌被自杀,为什么要被自杀?死人说不出仗,到此为止。 不出意外,国杆外围据点除了南天门、大水塘、米线沟,其他都落到同盟军手里。12月6日东城,小谷同盟军已经试探进攻东城。 12日,东城知名的刘阿宝的万象城福利来大厦,已经被同盟军拿下。从缅军部房看,他们早放弃了东城,退守西城几个主要据点。 缅军吞吞敏,到底会不会死守?要看谈判结果了?果杆怎么处理收尾事,都是细节了。果杆三条路。 在电信诈骗横行的年代,果杆成为同盟军的焦点,领袖彭德人带领军队扫荡四大家族控制的电信诈骗园区,收复果杆地区,重建中华文化。 然而,果杆领袖表达东归祖国的心愿,他的追求是否能得以实现,祖国是否愿意接纳他?如果不能,原因何在?果杆提出独立,祖国是否支持?如果也不能,果杆的最佳出路又在何方? 彭德人的心愿,或许在历史的悠长河流中是一个美好的愿景。 然而,东归祖国的道路充满坎坷,因为果杆的归属历史上早已划定,从历史维度看,果杆地区属于缅甸,虽然果杆人主要是汉族,文化属于中华,但现代国际规则已设定了国家边界,果杆东归祖国难以符合国际伦理规则,因此,祖国恐怕无法接受果杆的回归,这一美好愿望似乎行不通。 果杆独立是否是一条通向自由的路? 事实上,果杆独立面临三重难关,首先,缅甸政府坚决反对果杆独立,形成第一难关,其次,中国不会同意果杆的独立,形成第二难关。 更重要的是,国际社会不会接受果杆的独立,形成第三难关,果杆要实现独立,需要突破这三重困境,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 那么,果杆最合理的选择是高度自治,果杆地区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,为实现高度自治打下了基础。 缅甸政府无法全力反击果杆,只能认可果杆的自治现状,在现阶段,果杆的高度自治是实现稳定的途径,既不触碰国际规则的边界,也不引起过多反弹。 然而,高度自治虽是眼下的合理选择,但果杆的未来路途仍充满坎坷。 缅甸政府与果杆同盟军的冲突不可避免,国际社会的介入也可能牵动复杂的国际伦理关系,果杆在这场自由之路上,或许还需付出更多努力,突破重重困境。 总的来说,果杆的选择在于高度自治,这是一条行得通的路,回顾历史,果杆的愿景或许无法一蹴而就, 但高度自治为果杆提供了一片稳定的天空,在未来的征途中,果杆要与国际社会共舞,保持独立精神,或许,东归祖国的日子还需时日,但在高度自治的路上,果杆将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 缅北战士接近尾声 随着果杆同盟军攻占老街东城,缅北战士已接近尾声,在攻占四面佛山之后,果杆同盟军具备了进攻城区的条件,并于12月11日开始攻打老街东城,截至12月12日,已成功拿下老街东城,取得了第一回合胜利,距离缅甸政府军在果杆地区的总司令部仅剩一多公里,战局对果杆同盟军非常有利,老街东城的一手,意味着老街攻防战已经开始。 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城镇,有三平方公里左右,有不少高楼,城市建设水平相当不错。 守军已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防御准备,但果杆同盟军在兵力火力都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,几乎一夜之间就攻入城区,显示了其强大的战斗力。 在作战行动中,果杆同盟军使用了89式重击枪和RPG火箭弹轮番压制守军,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 而守军中的电炸武装民团则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意志,被缅甸政府军收编后,也没有真正的卖命想法。 这说明了电炸武装民团的战斗意志并不坚定,无法组织其有效的抵抗。 缅甸政府军在战前并未在缅北部署重兵,开战后又有相当的损失,退守老街时,规模小了许多,且多是残兵败将。 在无法获得大量援军的情况下,只能利用电炸武装,试图加以利用。 然而,电炸武装民团的战斗力并不强,缅甸政府军对此也无可奈何。 面对果敢同盟军的强大攻势,缅甸政府军心里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,打了这么多年的仗,他们从未见过类似果敢同盟军这样的对手。 在果敢同盟军攻入老街后,缅甸政府军毫无办法阻击,背后的真正的老街缅甸政府军心里早就崩了,他们甚至开始抢争老弱。 上至六十多岁的老头,下至十几岁的少年都被编入缅甸政府军,显示出了他们的无奈和绝望。 目前,缅甸政府军已经同意停战,并将在年底前撤出老街。 这对于果敢同盟军来说,是一个好消息,他们可以保护当地的建筑物,避免进一步的破坏。 这也意味着,打击电炸战争的大结局很快就将到来。 电炸园区可以做景点开发旅游,也可以转变用途,用于招商搞工业,总之,不会再有电炸的出现。 缅甸政府军目前的策略是,缩短战线,集中兵力,用于更需要的地区。 尽管他们在果敢地区失去了控制权,但他们仍然控制着缅甸的其他地区。 因此,他们需要在全局上进行考虑,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。 因此,我们撑起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